登记是这么的 登记房子是不是咱俩共同财产呢 是大比方登 是登完记给你吃多少钱 你牛牛 吃一千吧 如果要说不登记的话 一年咋的都得给我吃一万五 剩下别的吃了拉大碎都得你管我 今天来乡亲的大姐可真牛 不光要钱还要楼 白吃白喝还要钱到位 咱俩就是幸福的一对 大姐 人家看上你了吗 中老年人乡亲各种各样 奇葩是想绝不重样 老铁们点个赞 接着往下看 哎 干啥去了这是 我第二个 买这么老多东西 汪大哥方怜五十九丧傲 别看大哥相望平平 头发没几根 人家可是个拆迁户 自己的良想多地被动迁了 那补助金直接给了一百五十万 妥妥的小土豪呀 大哥说了 自己农村还有一栋一百多平的房子 明年也马上变成灰千楼了 这和姑姑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 对对对 临时的 咋说呢 那咋我家呢 不要再回家老婆 是我还得回去 占地了还是咋是 那咋我两上多地我占一百多万 农村房子没占呢 房子没占呢 那占完是给钱还是给房子呀 真是人在家中坐 票从天上来啊 一落到战地 大哥心里是非常的有底气 要不是祖坟上冒青烟 自己做梦都不敢找媳妇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显摆 老头还掏出存子来 高地让小红娘瞅瞅 大哥这真实的 也就给我看这个银行收据 一共战地给多钱 一共为一百多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劳保啥的 没有 那所以交不起 大哥说了 虽然自己没有社保 但以后过日子会非常好 一切花销都是自己掏 未来的老伴一分钱不用掏 自己的两个闺女 都非常支持她找老伴 现在住在闺女家也是暂时的 等那边楼建好了 马上就可以搬家 现在目前来说咱没房子 对 那你是想找一个 怎么有房子的呀 还是什么想法 进口量还是没有房子 那啥住啊 这暂时 先临时在这住吧 哥姑娘是住 刚现在你说他咋有地 说咱们在猪楼翻不上 那找一个有房子的 去女房家住不也行吗 不上那头去 不上女房家住 不上那头去 那啥 你说上一那头多低 显得 这老头挺要面子的 老头说了 自己对另一半不挑也不选 只要求能看队眼 平时能吃个饱饭 其他都可以平平淡淡 自己在孤独的时候 能有人陪伴 找个那时 差不多少 没有啥 那个不良嗜好 是放我找另一半 我也不建议 最近没有公司 咱们不建议那事 反正你 反正你还没有 你 你上司机没有 所以我也能接受 只要能跟你 真心十一过日就行 我说大哥 我怀疑你不是来相亲的 你真是有钱了 想扶贫啊 咱小红娘也是心领议会 马上联系到了救助对象孙大姐 那下面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如果要说不登记的话 一年咋定都得给我催一万五 剩下别的车拉扎碎都得你管我 自信大姐来相亲 不聊感情聊现金 这是咋回事呢 家人们点个赞 地瓜带你往下看 姐 红娘委屈 叫我委屈 孙大姐方良又是离异 退休金一千二百家 保姆工资一千家 住房情况 合租 孙大姐老家是农村的 离异之后靠打工维持生计 当保姆做灵工一时奔波 说我就二么半地 就二么多地 地少 也是大工 对没多地 那时候打工才一个月二百六五三百 一个月呀 现在我就是照顾 就是跟老太太做个伴 完了一个月给 就给点零花钱 给点生活一月 就给一千块钱 够用 够花 我也不吃啥好的 就是出没打算吃饱就拉倒 要说这孙大姐算是一个苦命的人 前夫没喝酒就去打癌 喝了酒就去打老婆 大姐说 只怪自己年轻时瞎了眼 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好男人 离婚多少年了 离婚二十来年 我们俩就是结婚性格就不合 他喝酒就不是他了 就是用我做饭 做窜眼了 他都能走你 三天他都打你 就结婚三天 拍家暴你 对呀 要不家暴 哪个离婚嘛 都有俩孩子的 最严重的时候 他打我 我都挺不住 就是挺不了那种的 那不就要打废了吗 有一次他搁鞋底子 盖我脑袋 那给你打的 都冒火呀 这一辈活得很累很累 啥都该找啊 就别怨别的 就怨革命啊 大姐离异之后 一个人一直漂泊在外 随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 这孤独感也随之而来 特别是到了晚上 睡觉总感觉害怕 大姐说自己钱半辈子 过得太古了 于是就想找一个好老头 给点钱 不对 是给点甜 老伴第一个脾气好 第二个不能喝酒 完了起码是在生活上 俩人够用就可以了 起码就多大 所以就丑 说不反应就可以了 那行啊 这点要求不过分 可别到时候临时变化就行 红娘为了业绩 立马安排两人见到面 我叫王国叔 我叫孙树琴 没想到见面后 两人的眼睛都长在额头上了 谁也没看上谁 大鸣子脸好啊 别人是望眉直可 你可以望眉直饿了 看看脸就能顶饭吃了 那接下来两人的擦出火花吗 咱们接着往下看 坐那儿吧 坐那儿 走吧走吧 真大 大哥挺大的 我这些都把手牵过来了 话说浙江还是老的辣 大哥乡亲上来就把手拉 大姐也是笑哈哈 既然小手被你摸 那咱们坐下来唠一唠十颗 这老头虽说没买老保 但这房子回签就是钱啊 这房子一移 兰博基尼 房子一巴 怕拉没拉 只要机会把握住 连夜搬进大别处 说咱俩出对性格了 以后结婚了 你对我有没有啥要求 或者登记了 不登记了 这都得学问的 这头发洗来脑子亮 咋看应该是聪明啊 老头考虑了一会后 给出了答案 登记是不能登记的 不登记 是不是啊 对 不登记 你这是小毛驴走钢丝 尼古安里借书子 跟我开玩笑呢 不登记也可以 大姐给出了条件 不登记一年 是不是你得给我点生活保障呢 一听这条件 老头立马就后悔了 连忙说是自己刚才没想好 从来 那我选择登记吧 登记啊 登记是这么的 登记房子是不是 咱俩共同财产呢 老头听后瞬间猛了 这登记何不登记 好像都不能接受啊 这事业小哥也是 看热闹不闲事大 还不忘补上一刀 就是登记了 你还每个月用存钱吗 那得给存点人 也不能一毛不挖呀 去打比方 去登挖机给你存多少钱 存一钱吧 大姐以前一定上过培训班 不然这算盘 咋打得啪啪响呢 不给房子一年一万五 给套房子就打八折 这买了自己 怎么做也不会啊 既然你都把自己当交易了 那就别怪老头 当这是菜市场了 和你砍砍价了 五百名啊 不行 那不行 这感觉就雇你做饭吧 一个月多钱 那不是那种事 那可不是那种事 那你说那意思 好像跟你当保姆是 那不是那种事 还不想像保姆时的 低声下气 还想像保姆一样 月月领工资 还要老头管你吃喝拉撒 还要每月给零花 真是喉咙里放泡 咋想的啊 这水是有缘的 树是有根的 年轻时经常挨打 是有原因的 咱像乡东的人吧 咱们可以给他零花 要不严格跟咱们打 我严格不嫁不找了 老了上公寓 我又不能白刺了她去 你可拉倒吧 就你那每月一千块的退休金 还想去老年公寓 别做梦 捡到金元宝 竟想美事了 那老年公寓 又不负责扶贫 要不你在公寓里 当保姆也行啊 红娘也是看不下去了 立马把大姐 拉到树林 做心里疏导 大姐咋能说是伺候呢 那咋不伺候她呀 你不给她做饭 收拾我洗衣服呢 这不是相互的吗 大姐 就供你吃 供你住 供你穿 这不够 还得给你生活费 嗯啊 那我就跟谁过 这个标准不达 那我不可能 就这么跟她过 那可太好了 你一定要坚持本心 这样就能少了一个 背坑老头 老头也是人间清醒 你这明显就是笨钱来的 咱们接受不了 说话少 看来这次相亲 注定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那就没缘 嗯 这不犯说的 啥说不犯 这一来二去呢 两个人都觉得 对方不是自己的菜 红娘直接宣布 相亲失败 这俗话说的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上来就要钱要房产 人家能给你吗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啊 我是爱你们的东方 咱们下期见 默默的 你没有医保 没有养老保险 这个都不是事 我就是你医老保险 也是你养老保险 我要得登记 登记 这样房门就有你 我不登记是 就不在一起了 对对 我不要打货 勤劳贤淑淑的杨大姐 上次相亲因打麻将 遭到嫌弃 今天终于嫌疑翻身 被李大哥网圈相中了 你没有保险都不是事 我就给你个双保险 要领证又要赠房 恨不得把一切交给杨大姐 当初在电视上相中了她 才找到红娘请求 与杨大姐相亲 杨大姐呢 也非常愿意见见 这个执着的新闻 你看红娘 田田已经带着杨大姐 给李大哥送幸福来了 杨大姐为了掩饰紧张 拿门上贴的小广告说是 李大哥的注意力 却在杨大姐身上 眼睛直勾勾的 叮得要出神 嘴里还吹了两口仙气 不知她想要干什么 虽然在这里踏实主场 可是相亲现场是红娘的阵地 吹三口仙气也不行 必须要听红娘的安排 当然是看过了 还看了好多遍 要不然也不会有 今天的特邀相亲 一方是真诚相邀 一方是诚心而来 那么这二人见面 第一眼的感觉怎样呢 很吵得不烦 真是不烦 挺立的一个人 看大姐本人 跟大姐在电视上 吵不一样呢 差 有两人是 在外边放清 催一日赛 去面影 想憔悴一些 李大哥嘴上说的是 叉叉叉 其实她是心疼杨大姐 一年365天 风里来雨去的操劳 不憔悴才是怪事呢 相反杨大姐 对她是看着不烦 看着不烦 距离看着顺眼就很近了 这个时候 红娘最怕的是 李大哥反悔 那眼儿上能不能过去 哎呀 这是不是还挺好 要想找人 就是一无即往 对不对 哪有三下一 三下一 都合得 怎么会听啊 李大哥接地气的 回答了红娘 也是在提醒自己 这个年龄再婚 目的是找个办 相貌丑剧 年龄大小都无所谓 你哪年出生 我这八年 六八年 你哪年呢 差四岁 两人在一起吧 也不能说大就先没 最少你就能活到老 就是差点 两人生活当中 默契 两口子在一起生活 默契与和谐是软实力硬道理 没有这种技术支撑 勉强在一起又有啥意思呢 年龄四岁的差距 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这可比你少小几岁 这点你有没有啥 任肖挺介意的 但是今天好像看上他 他把事给忘了 不介意 做个大小 好像是 我是对你那些没话说 对你又有啥说 就不单独点你了 李大哥一句单独点你 这个点子用的文雅风流 不仅是对杨大姐的认可 还暗示着追求杨大姐的破切心情 那可是如假包换 比珍珠还真 你看他又要主动出击了 这是李大哥的爱情宣言 是他对杨大姐婚姻的承诺 在婚的老人非常关注对方的经济情况 老太太惦记着老头的公司卡想多捞点 老头们握紧口袋想烧给点 唯独李大哥挺起男人的胸脖 畅想了 我就是你的保险主题曲 接下来李大哥为了表示成心实意 他拿出房本车本让杨大姐验看 这是车的大本 这个我知道 我也有 我刚考完加速三年 这是房大本 这点我就一进屋 看他拿着觉得 哎呀还行 给人一个定心丸吃吧 杨大姐持下了定心丸 相亲的焦虑不安和紧张一早而空 想伸个懒腰放松一下 老胳膊老腿 可是旁传来李大哥的一番话 让他猝不及防 爽歪歪的感觉如醉冰湖在上云霄 你有个镜头 突然听我是一个镜头 完了问啥都恰当 完了你突然这样 我把我这样 问你我就大妈叫 我把我把我 有自知之明 被李大哥看了好几遍的镜头 正是上次相亲被对方嫌弃的场景 也是杨大姐惭愧无奈的本色表现 他没想到 李大哥不仅没有嫌弃他打麻将 反而成了千里姻缘一线千的爱情活种 我打麻将你不在意 你若是有点不良嗜好 也让我体验一下给你爱的感受 抽烟 抽点烟 抽烟琴吗 当下反对抽烟的人越来越多 像当年东北老娘们盘坐炕头拿个汗烟袋 那可是潇洒时尚的标配 这些李大哥杨大姐都是记忆犹新 现在李大哥每天几颗烟的熏头 杨大姐也应该受得住吧 爱是需要付出的 能忍受的就必须要忍住 过分的寻找完美容易 那只是水中月境中花 此时红娘见二人聊的起见 趁热打铁的是探二人的态度 出乎预料的杨大姐没有打出分值 只是说可以继续了解了解 那还不就是同意交往吗 说的谦虚又含蓄 这一点李大哥比他爽快多了 男的说接触接触 女的说了解了解 看来红娘本月奖节有着落了 就在红娘暗自高兴之际 李大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接下来他是要整什么腰蛙子呢 李大哥提出要登记 杨大姐因为住的是公租房 结了婚不符合条件 政府就要收回 对此他不能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一来两人意见出现了分歧 李大哥寄出了杀手锏 登记就给房产 即便是这样 杨大姐一眼是顾虑重重 我不能说英雾你 把我的住处给整没了 咱俩好 虽然说你说是咱俩登记以后 这房本有我一半 假如说没有顾客 这玩意都可以跟着你 这玩意算个啥 这玩意算个啥 这一点好像有点 我得好好斟酌斟酌 面对大度敞亮的李大哥 杨大姐还在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见此情景 红娘也该上场出手了 大哥的意思是 比如说咱俩就 你认准我了 我也认准你了 咱俩就是生一块死一块了 然后你们俩再登记 再结婚 大哥的意思是 你那房子没有了 但是我也得给你保障 这房子我就过你名了 你不放心 房产都过货给你 这是李大哥给予杨大姐的保障 可财产绝对不是婚姻的安全索 感情一旦和物质挂钩 肯定就失去了两者的应有价值 那么李大哥紧追不放的登记 对他来说有什么重大意义吗 在成年里 我为什么要登记 第一我要登记 互相都有名分 不登记那是打火 你也是斟酌斟酌 我不登记是就不在一起了 对对 我不要打火 李大哥就是不想搭火 没名没分的瞎搞 这一点杨大姐也十分的理解 可是结婚登记 绝对不是一蹴而就 灵与肉的相互取暖 更不是随随便便异性相吸 需要深入深入再深入的体验 细致细致在细致的全面了解 那我俩互相都 他得把我了解头 我都把他留下头 才能忘记起头 我也替人家考虑过 你真是在一起 面膜好就在一起 把你当运营方便了 以后跟这边过的不长 又会 那我都没有了 他也不考虑 这些事 设身处地的为对方考虑 李大哥十分理解杨大姐的处境 所以在一起的前提 必须是在双方都能接纳之后 这一点杨大姐也有同感 登基结婚这事 你是不是也能接受 可以 这个但是必须得是看好前提 才能走这一步 既然两个人都对 这些原则性的问题 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觉得你俩就好好处处 是不是 先了解 接触 然后 那就希望你俩 能越走越好 希望他们越走越好 是红娘甜甜给他们的祝福 也是朋友们的中心祝愿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高见 离婚多少年了 很多年 这么多年 为啥不找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挺尴尬的 相亲现场 大叔突然发出尴尬提问 大姐究竟会如何作答 王红55岁 离异 退休金1700元 这是 隔楼吧 对还是 这是隔楼 这是顶层的 对 这是顶层的 王大姐如今住在一个面积 只有40平的隔楼里 虽然房间的面积不大 而且还没有窗户 但王大姐却非常知足 这个我真的挺很喜欢 因为在我这一生当中 没有说自己拥有一个 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这样一个空间 以前孩子上学 供孩子念书 然后孩子毕业之后了 结婚以后了 就跟着孩子在他家生活 就是我自己一直没有自己一个 这样一个幸福的小小窝 女儿给我准备这个小窝 我真的很满意 原来在很早以前 王大姐就以前夫离了婚 离婚后这些年 王大姐一个人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这其中的艰辛 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是88年 批地大鸡体 大鸡体之后了 出床做生意 开饭店 跟朋友一起出去拉菜 什么都干过 一直干到去年的八月份 直到去年 女儿看着日渐衰老的王大姐 不忍心让她再这样继续辛苦下去 于是给她买下了这个40平米的阁楼 如今王大姐一退休有了劳保 虽然每月只有1700元 但一个人花也足够用 现在她就想趁着自己还算年轻 赶紧再找一个伴 大概七八岁都可以 最起码人好 而且不是那种 没有自身那种活脚蛮惨的人 另外对于未来的生活 王大姐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生活要过得有质量 我不在乎寿命长短 我要在乎生活的质量那种的 你就是过一天我就要过好 了解了王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决定让她和刘大叔见个面 这大姐有点紧张 我好你的手啊 紧张啊 紧张什么 长得难看下入你了 长得难看下入你了 我搞得难看 大哥这个屋子 挺好 一看就挺好 二人一见面 气氛就比较融洽 刘大叔对王大姐很是相中 演员可以 比我长得好看 一百分吧 一百九十分 她属于好像正经过日的那类的 穿衣服的颜色 能看着吗 一个人啊 对颜色的喜爱 是她内心追求的那种向往 那她穿的是 我说我外衣 外衣是浅点的 比较浅点的 另外一个呢 不张扬 而看到刘大叔的这个温馨 而整洁的家 王大姐更是一眼相中 挺立正的 就挺好 我一进她家这种感觉 心里挺舒服的 演员的话 还一百分能打多少分 那肯定不能一百分的 几十分吧 看来演员这一关 二人是顺利通过 接下来 二人坐下后 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以前做什么工作 就打工 这些工资多钱 我的手 我才一起不到两千块钱 听了王大姐 每月不足两千元的收入 刘大叔不但不嫌少 反倒给出厂量的承诺 钱多天上 无所谓 我可以养得起的 我既然能取你 我就能养得起 看来刘大叔 对王大姐是真相重的 接着刘大叔要给王大姐 展示一下她心爱的藏品 我简单给你拿几本 你如果以后有幸的话 那咱俩在一起住的话 你就能看一天 一天也看不完 看着刘大叔这一本本 精美的收藏品 王大姐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 这真是收藏家呀 什么收藏家 收藏家 可以这么说了 对于刘大叔喜欢收藏这件事 王大姐不但不反对 相反却非常的认可和支持 这让刘大叔对她的好感度 再度上升 我的个人爱好 如果你能接受 说明你就比较认可了 离婚多少年了 很多年了 一直和姑娘在一起生活了 对我一直待着她 她一直在我身边 这么多年为啥不挑衅 面对刘大叔突然的发问 王大姐一时竟无言以对 这个问题挺尴尬的 怎么说 就是没碰上太合适的吧 别说没找 肯定也要相处 没太过多的这么用心 可没想到王大姐的这个回答 让刘大叔听了心里非常舒服 她甚至要当面表达一下自己的决心 刘大叔的这句话 简直是说到了王大姐的心坎里 因为他正是那种不在乎寿命长短 只在乎生活质量的那种人 所以他对刘大叔这个人是更加认可了 眼看二人的相亲气氛已陷入家境 此时兴奋的刘大叔竟然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 最后在和谐的气氛中 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入是多少 因为扣除保险 两千多块钱 五到三千 你现在的收入 大概是差不多两万块钱 大姐你是回来相亲还是炫富 邪警大喝风吹月晒雨 每月才两千多块钱 这两人的收入有这么大的悬殊 相亲肯定会有困难 你们红娘是干啥吃的 是来看热闹的吗 把一个白富美流大姐 介绍给一个黑大粗的血警杨大哥 条里的血警大哥春心荡漾 工作期间万一失神指挥失误 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 红娘这次还真是不够意思 往一起撮合的两人宣述太大了 还使劲的往一起拉 你们对血警杨大哥的关回 老铁们都理解 你看刘大姐已经明确不是同龄人 赶快结束今天的相接 下班回家看孩子吧 可是不知道红娘是什么想法 还是在马路上让双方见了面 鞋警大哥哈喉的脸庞 被刘大姐洋溢的青春阳光 照射的春风扑面 工作现场确实不合适相亲 咖啡厅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看红娘和刘大姐终于看到杨大哥 端着两杯饮品走来 自从刚才在马路上见到刘大姐 杨大哥心里就泛起了淋漪 在心里不由自主的把机道上 冲锋路过的一个个亮丽身影 和刘大姐比较 一个上我都没有找到一个人 可以和刘大姐相媲美的 现在红娘问起印象如何 哪能是一个挺好这就说明白的 性格方面比较好 都是特别拧着的 你喜欢这样的性格的人吗 嗯 喜欢这样的人 人挺好的 挺随和的 照顾家庭 照顾女人这一块应该都没问题 很意外的两人都感觉对方不错 难道是这么不般配的两人 已经通过大家不知道的方式 蹭出了青春的火花 一时难以说清 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有数 人家不说 咱也无从知晓 只是大哥满脸的褶子 出卖了他此时的心情 与这种极品美女相亲 是大哥平时不敢想象的 这说的也是大实话 看着是不错演员好 可千万别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哦 你看平时粗心 有点小憨憨的杨大哥 开始主动了解刘大姐了 通过了解两人的爱好大体相投 真要是两人在一起过日子 兴趣基础很是蛮多的 刘大姐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 因为我是长春广州定居 这两个地方 我的工作在广州 然后呢 我的工作性质呢 就属于商务接待那个类型 这两年才开始经常跑外的 所以很少猜想 这下有点麻烦 大哥这不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了吗 别只看他是长春人 可是已经在八年前到了广州定居 十八个月之前离了婚 带着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现在回家找对象 作为已经对他动了春心的邪警 杨大哥 是什么态度呢 可是问你 回不回来吧 我挺喜欢在南华 那你能接受异地恋吗 能接受 那比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话 得有三百三十天左右 见不到 刘大姐啊 你既然是喜欢在南方生活 就在那里安家 找一个同城人结婚不是更好吗 哪里会有一地恋之难 两地分居之苦啊 反而回长春来找 你看杨大哥明明是喜欢你 你也认为他是顾家会照顾女人的人 可是你在外地 这不是给杨大哥出了难题吗 这么年轻的媳妇两地分居 又是在南方那个开放的地方 现在是异地恋 将来就是两地分居 每年只能在一起一个月左右 确实是个大难题 解决的方法也不是没有 你看莫不作声的杨大哥 已经有了主意 我发现我找顾家学就走了 我非得你回来个好 每个礼拜有两天休息 第二天还有分居 可以 有年假 有年假 我时间重复 异地恋的问题 大哥时间充足 地球都成村了 长春广州这点距离算啥 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 平日离美洲可以奔婚合欢 问题也不是很大 可是刘大姐在登红酒路的南方 做的又是接待工作 下酒店却无场红男绿女 小酒一喝双塞一红被子一概 剩下的事就不去描述了 随随便便就完成了税收 其实杨大哥的担心是多余的 刘大姐对于工作中的应酬 食言不惠地承认 红酒白酒都会喝 但都是正常的饭局 不会出现非正常现象 陪同客户一起 泡泡温泉都购物倒是真的 提起清远泡温泉香港购物 那必须有相当的收入支撑 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的起义 刘大姐问起了杨大哥的收入 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 相差十倍的收入逆差 不是用一句话 就能解除心理压力的 即便是邪警心理素质坚强 东北老爷们的傲骨 也不允许他去这样做 做人是有底线的 不能失去原则 在漂亮的女人 在优秀的白富美 经济基础的差异 决定了缘分 好了老铁班 谢谢您的观看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下次相亲再见 当时这个装修 应该也没少花钱吧 当时好像也花了不少钱 家具就花了十多 家具就十多 这带目花了两万多 大脸是包口 他这个也是两万多块钱 我的地是 是这盘香木的 八百一瓶 这不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吗 今天来乡亲的这位大妈 不仅温婉贤淑 不仅温婉贤淑 厂项端庄 家庭条件更是相当优渥 丑丑加了这富丽堂皇的装潢 直接闪瞎了我的狗眼 可大妈说了 这都不算啥 跟衣柜里的衣服相比 那都是小屋见大屋了 我这衣服基本就正如搁的不太多 都在我车库大衣柜里头 现在也是没事总愿意买新衣服吗 我现在基本都不早从太买了 一般就是买能香松的 我才能买 那一般买衣服都是买啥价位的呀 不一样有几千的 也有上万的 也有几百块钱的 那一走不住 走掉不住看吗 可以啊 真是小刀辣屁股 着实让我开了眼 就大妈这条件 在咱们的老年相亲界 绝对是顶级天花板级别 我就那么了 条件这么优秀用得着 来咱们的相亲节目吗 只要放出消息 相信光线下的老头 都能把家门卡给踏平了 可大妈说了 虽然自己不差钱 也不贪图对方的钱 但是她的老伴并不好好找 大妈要的是浓情蜜意的爱情 我要那个找的是感情伴侣 找爱情 对找的爱情 最要是灵魂伴侣 我最要找的就是 两人能信心相依 走完一生的最好 原来自从在电视上 看到相亲多次的仇大量 大妈瞬间找到了 一见钟情的感觉 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 今天大妈只为仇大爷而来 第一眼看见她 那个好像是挺高高兽兽的 但她最一吸引的 她不吸引 因为她就挺有责任的 我要的是责任 要的是对我的 那种 互相关爱那种 那种爱情 在生活中恋爱 在恋爱在生活 至于别的 她能真正的合复我 因为我想要真正的爱情 其实你总在 保暖复复的 让我说不说 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 可是 我感觉你不应该是一个 不自信的人 我太自信了 就因为我觉得 所以现在我好像 自己的条件太优越了 我也怕就说 她再拒绝我接受不了 其实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你心目里 你觉得 她就应该给你打100分 可是如果她一旦 给你打了95分的话 你可能都会接受不了 对 走过大半生 大妈始终都是被丈夫 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 家里不仅有公婆的藤爱 儿女更是孝顺 所以大妈这半辈子 过得很是单纯 可惜她曾经的幸福 也因为丈夫的离世 哑然而止 如今从悲伤中 走出来的大妈 决定为了她的第二春 勇敢走出这步 目前唯一的固热 就是怕仇大相扑中 自己伤了自尊 大妈多虑了她 要是仇大得知道 你相中了她 绝对是捧着鲜花坐飞机 没上天了啊 不行 咱们等着瞧 看眼儿啥情况 长得啥情况 这么看 主要还是看长得啥样 那不定你看照片了吗 照片 照片跟那个 就是手机啥的 电视都不一样 这个全神照应该是 没有太多的那个变化 你看这张照片 你配不上人家 人家高的 你看你打扮的 还不定是档次的 真的 还怕你配不上人家 那胆 咱就怕 你看这个 就说这上 这真是 真实际的话 你看你打扮的话 真 咱就以你 亮丽而弃 但是人家阿姨可相中你了 就是她 嗯 嗯 看看 刚才看完照片 觉得还行 眼圆 眼圆过得去 过得去 那行 那我就去把阿姨接了 俗话说得好 男人致死是少年 见到大妈的照片后 大爷表面风平浪静啊 内心早已风起雨涌 虽然自知自己的条件 配不上大妈 但是姚巧淑女君子好久 能不能走到一起 得见了才知道 这是我自己养的花 谢谢 阿姨家楼下有一个花园 她自己种的 哦 有没有人送过你花 叔叔 其实三年 头儿一个 跟这儿 种荐 满意 哈哈哈哈 你那阿姨大老远拿过来 感觉 这是心情 对 这是心 两人见面后 大爷就像哑巴 撅着黄奸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更为之前多次相亲 没有做出妥协感到清醒 别看大妈表面柔弱弱弱 做起事来也是雷厉风行 寒暄几句后 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这年龄也不小 也不能等了 这姑娘是 成天 对着老爸呀 这样 这就最后关心呢 我一再说 我不是找的伴 我是找的 情感伴 我不能 就是为了 找 为了就 就两个 就结个伴 这个我不知道 必须有感情 咱们在生活中 恋爱 在恋爱 是吗 我就想 就是说 我二十世纪 就是说 我的想法 是不是能合乎你 差不多一样 不是差不多 咱就必须得契合的 你现在就是主要的说 对我的演员 是不是觉得 十和女 有和我一意 话说 男追女格作山 女追男格层杀 大妈的主动示好 让大爷受宠若惊 头一回遇上这的美事 既紧张又激动 当场表态 你想的就是我要的 咱俩就是天道地事的一对 本以为下一步 就是亲亲抱抱举 高高缓解了 没成想 大妈的考验 才刚刚开始 那你是想居家养老 还是想上晋老院 不上晋老院 对我 就是最在意的 不想上晋老院 不上晋老院 你要是就说 今天过两天 不好了 都挖出腿 这个时候 我感觉的不尽情理 我是不愿上的 对不起 确实挺在意的一个事 那没问题 你放心吧 真的 她就是 幸好到老的 那个内心 虽然已经年过六学 大妈心里 依然住着的小女孩 跟年轻人一样 同样渴望爱情 渴望被爱 可大爷就是木瓜哥的不开窍 好在有红娘的助攻 我没啥问的了 没啥问的了 那你有没有啥说的 就是你没啥问的 有些对我有啥表示的 不行 这脑瓜装不过来 你这个实在实在 你有啥要求 我没啥要求 就是要你一个心理的 心理的一个承诺也好 或者是想法也好 就把你后半生这样在一起 把你照顾好 相亲相爱 怎么样 回想包容 保证不让你受委屈 这点我肯定能做到 那两位留个人超市 行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祝愿二老的爱情情甜如蜜 相伴到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画面中的这个男人 是今天来相亲的男主角 那他口中所说的脸色发黄 身体有毛病的女人 到底是个啥样的女人 刘湘琦 刘大妈63岁 离退休金1100元 打工收入4000元 三套住房 每套60平米 刘大妈是个非常热情的人 没等红娘进屋 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 看这摆得多整齐啊 刘大妈说 之前她已经开了几十年的饭店 因此对于食物的要求不及好吃 还要好看 大妈过去自己开饭店当老板 2019年受到疫情影响 才停业不干了 饭店关门后 大妈又找了一份后厨的工作 我在给人拌菜呢 拌菜啊 就是凉菜 饭店 对对对 凉菜 多少钱一个月 有时不一定 也顶了 有时是4500 有时是7000 目前刘大妈除了打工的收入外 还有每个月1100元的退休金 而且她名下还有三套住房 看得出 刘大妈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 但刘大妈说 她不是很喜欢交际 所以平时会一个人宅在家里 要是宅家后 待着我不太下楼 理由啊 玩马相啊 是跟人家聚啊 怎么样的 就这一点 我好像不太好 之所以刘大妈喜欢镜 平时也不太爱交朋友 可能是与年轻时的感情 不太顺利有关 要开饭店的话 她也不太管 孩子她也不管 她就没有说她是太管 年轻的时候穿高腕鞋 穿着高腕鞋 一下崴脚过 第二天早就觉得腰有点 那就可能腰伞 当时我就跟她说 我怎么腰 好像不太好动 完了 然后 她连伤了都没吃 单身生活了三十几年 也就习惯了这种孤独的日子 如今孩子已经长大 自己也退休了 于是刘大妈决定再向前迈开一步 那刘大妈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什么也得对我好 吃藏吃热 了解了刘大妈的要求 红娘想到一位合适的人选 赖鸣和 赖大爷73岁 丧后退休金五千元 住房面积一百二十平米 大哥你这个房子多大 一百二 一百二 大哥你这个嗓子听谁来说话 我的嗓子啊 年轻时到嗓子闹的 现在 思不思议的有盐 就发现有点困难 来火下去 连着下去就好一点 原来赖大爷的这个嗓子 是年轻时落下的毛病 现在只要是一上火 嗓子就哑 但不会影响正常的交流 不过每天需要多喝些水 那你这个书棍里边这么多书 你都看过呀 就是没有 这些书啊 我爱好的书 基本都看了 像这里这个资本论 这些选意 这个我大部分 基本我都看过了 赖大爷年轻时看的书很杂 但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 他便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养生上 因为赖大爷小时候体质很弱 所以他非常注重保养身体 平时的吃喝都十分注意 而且他每天还坚持做养生保健操 通过多年的坚持养生 大爷觉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如今的赖大爷身体非常的健康 平时也很少生病 那如今的赖大爷 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根据赖大爷的要求 红娘觉得她和刘大妈挺合适的 于是红娘决定马上派两人见面 我姓赖 叫赖鸣和 我姓刘 刘相亲 郭哥少 你好 大哥这个嗓子最近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说话听起来不得雅 一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挺不错 你把这个身材上 性格上超乎 还行 觉得这个人那个就是很美 一见大哥亲爱你 在现在对这个屋子 比较好 接下来 两人坐下来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嫁吧 就是两个姑娘 我就二人 没有姑娘 跟她忙啥呢 那推地委 最近这几年也不行 陪她一百来挖了多的 提到孩子的话题 赖大爷显然对刘大妈的儿子做买卖收入不够稳定的玩儿有点介意 儿孙子有儿孙子 垃圾也不用大姐 大姐那有多少能力啊 经过红娘的劝说之后 赖大爷也不再觉得刘大妈的儿子是个负担 得知刘大妈其实是有双网 也有退休金 赖大爷选择的心终于放下了 接下来 赖大爷又主动的问起了刘大妈的择偶要求 聊得好好的 赖大爷却突然说希望刘大妈看不上他 这是为啥呢 难道是他还在觉得刘大妈的儿子是个负担 原来是赖大爷觉得刘大妈的脸色发黄 身体不好经过红娘的劝说 于是赖大爷决定当面了明白 既然你身体啥毛病也没有 那只能是我的身体有毛病了 而且还病得不轻呢 接下来 赖大爷用他多年来的养生知识 给刘大妈看起脸色来 赖大爷的言谈举止 让刘大妈很不爽 之后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爱情里边走了 我爱情的监导就走了 如果是小平同志 这个应可这个老何大哥的 挺长时间没见的 家里边有没有啥变化呀 我开始整理房间了 还把门带着 好 开始整理房间了 都哪整理了 有个一百天行动 一百天清理房间行动 这哪一下子想改变了呢 都是因为你们引起来 是因为上次采访的时候 回来之后就觉得想改变了 现在丢脸跟你说 那现在一百天的行动 现在开始没呢 开始了 我看看来 这床头啊 清理坏道 啊 所以把电子行动 这回就是把这听清理出来的 放这儿 我那个葫芦师现在也长进了 都是你们给我的动力 今天都不愿意就涂到家来 确实咱拿不出手 无难自己知道 怎么办 制板 什么 制板 制板 这扣打开好还是不打开 这一个 这一个 对 这样子这样行 现在是第一个 对对对 这样挺好 行 戴个小帽吧 是不是还有个小帽吗 有个小白帽 嗯嗯嗯 这玩意 跟我说这些 行 小白帽呢 等会儿呢 那你要走啊 我把窗子关好 好 看看大姐是不是能跟你讲 陈长月的 我这头发乱不乱 我这这扎帽子 头发啊 还是把帽子先戴上吧 现在啊 对 戴着显得年轻一点 要不是头发 太厉害了 我最合我叫何一群 何一群 何一群 今年73岁 我叫王继灵 今年72岁 王继灵 继 对 继继的继 继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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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继 我个夜刷集团 夜刷集团 具体你做什么工作呢 具体我 我搞制版 什么版 制版 什么 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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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印书 制製版 不是有那个 那个制版吗 我觉得还是老 其实他就比你大一岁 他比我大一岁 你看那个 你头和啊 那什么 那形象它都真的挺好 刚才我跟这孩子还说 我说哪个娃娃 就看不着一个我理想中的人 看着那里也难兰 不行 哪不行啊 第一吧 我们两年太紧紧 女同志是怎么也没有男同志老的 外貌 也不是要我随便 在这些地方这么远 烧心心地 然后下午我打算 就是把大姐离你家去 这回得不一样 那个样子你咋看呢 对人都不礼貌的 那丑媳妇难免见功格吗 我就告诉你 你常常 我把那房子 或者是整个小型 不能是这样的 你是觉得 起码得装修 你现在你要到这儿来干啥 那人也是个女士 你干啥 他确实不像话 一会儿那是女考官的 我是考生的 哪首不是 考生考生的呢 对我 他就是那个考官 当然我对他也是考官的 实际上差不多少 大哥网上赢的 你好 你好 这个是叫核立群大罗 然后是张小平大姐 张小平大姐 张小平 张小平 对 对 你张小平 对呀 我俩一样 我俩一样的 饭一个字吗 饭呢 字都是一样的 后边的字不一样 老张姐是大姓 对 我俩原论的 看来你跟我们老张姐有缘呢 对 有缘 那就得看人家眼光了 看人家眼光 那是我自己能决定的 你的意思是看大姐能不能相忠你 那就是 那不是 那不是 那考官 难了 你是考生 你是考生 哎呀 大哥第一眼光来了 挺好 眼光不错呀 哎呀 没想到我 然后那个给你的感觉是啥呀 感觉就是挺朴实一个人 嗯 对 说话老婆呢 也可以 挺实在的 第一 是啥 年轻 嗯 漂亮 嗯 那有的男性哈 他比较是老练练的 嗯 这个年轻的长得差一线 嗯 那个呢 事实上呢 长得比较交好一些 嗯 他都选择年轻的 嗯 年轻漂亮 那你一想表达的意思 你就是觉得大姓 还挺合你心意的 那人家比他小 小八十一点 嗯 那你 那你老何 你多啥呀 到底你是啥学历 我没有学历 我们那时候下厢 嗯 下厢抽过来的嘛 那他是属于自学成才的 下厢 那是 没有没有那没有 你看人家下厢 自学成才 做的快乐 公司比较好 说他学历 他是没学历啊 对 应该是有点差 另外是啥 他就是怎么说好 他有机遇 嗯 你看人家的公职力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以正确准感 要对我们 那个老妹啊 负责到底 嗯 上面有太阳 下面有道义 要把他以前 呼应上的个信 伤偶的这个 伤痛 抚养 执女的艰辛 我要得把他这个 撩伤 我要说这个撩伤 真正起到一个啥呢 这个老大哥的这个作用 谁啊 不辜负 他应许文化厂 我说话 就算数了 嗯 我的诺言 不会轻易发出 但是一样发出了 我是确实 要对信的 你看大哥表达着 这么诚恳 大姐 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呢 就是 按照大哥那个程序 往下走呗 就是都有想法 想往下走一走 处一处 处一处 不是处了 那就是 我说话就很简单 那个 如果说没有什么 那个道理问题隐瞒的话 都如实如实的话 那我们就说是 怎么说 就吃 我爱情里边走的 好了 感动的故事 就讲的在老铁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店 给个观众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手里有 没有老板 没有 那种 那种扫骨呗 我叫我女的 具体点 就是哪都差 还是哪都差 那我前两天电话 跟你说的这个 什么的情况 表现你觉得咋样 行吧 看看呗 看看 那走 咱就看看 看今天能能成 你觉得西方大不大 不知道 东西应该是50% 50% 那样的 彼此介绍一下 还是我给介绍啊 你 你大红娘子 你不介绍谁介绍啊 我行的 让你俩自己 你再来什么介绍一下呢 我姓王 我叫王有强 我姓侯 我姓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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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电话里跟你说 王手得大四十分这个 你说70 70亿 你开始肖吗 但我肖 老头 嗯 真是老头 给你感觉像多大 六百多分 那不可能 那不是 他还真挺年轻的 说几年轻的 挺年轻的 老了 老头了 来吧 坐坐吧 你先踩踩 嗯 还行 好 递递一下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要出发熟人皮绿色的 嗯 是不是啊 这一个拿着 给家熟人 一定很不错的 嗯 你能给打多少分 打多少分 嗯 你这马分多少吧 满分一百分 九十分 九十分啊 九十分 九十分太低 这一百分 打第一分打一百二 嗯 他这个屋里边的 这个环境 还行 挺温馨的 我这怎么在说 你这离得那么远 干啥呀 嗯 我这现在见面 不知道说啥好了 哈哈哈哈 感觉 这是第一次相亲 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 哎呀 这么多年 自己是习惯了 嗯 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 不知道哪是头 哪是尾 其实有时候是 今天是对的 对的世界 遇到对的人嘛 要不然遇到不对的话 是一个 不知道自己会 也挺好 嗯 那看今天是不是 对的世界 哈哈哈哈 他今天不是特别是画的 哦 这些应该 有些 咋的呀 我看这一镜 我是不长高兴的呀 不是不高兴 其实没有那种激情 嗯 就是有缘 没分 那你觉得是差在哪 哪都差 具体点 具体点 就是哪都差 还是哪都差 就是身高 我长相 都不行 都不行 嗯 主要就是颜值 嗯 颜值有的话 剩余的讲上都是无所谓 我家的情绪就是 我现在我 呃 我是算偶的 一个儿子 嗯 现在儿子没结婚 29岁 别的也没啥的 然后现在还有个养父 其他就没有了 然后属于那种 没有老宝 没有 那种三五呗 我今年52 嗯 12年呢 你是黄金黄金年段 正好 正是正是好时候 年龄你就知道吗 我71 许说72 我是属于那种 老是横秋那伙子 谢谢 打打在一起的话 你就是年轻人 我就是老老人 这种感受 其实丑表还是年轻年轻 年轻啥年轻人 不行 哎呀 你年龄差你介意吗 这个我不介意 嗯 其实现在往上好多 就是年龄前差好多的 这个东西就是看 有没有缘分 然后懂不懂 嗯 这个跟年龄 没有关系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人这话 他就是说 这个人他心 要是说 那种什么 如果是说 有那种 心中就喜欢的话 他就会为了改变 嗯 如果是说不是的话 改变不了 有的有些感觉 接着是 一致敷衍 瘦小 不太点那种感觉 嗯 就在我眼睛里面了 根本就没有女人 那种吸引男人 那种激素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你看我跟那个 傻子似的讲话呢 你讲话呢 你咋不说话呢 我说啥呀 那你想找个啥呀 想找一个 一瞅就是有女人味的 女人味我不喜欢 这么浪漫 不需要你多么的 这个什么 这个妩媚 就需要非常平平淡淡 跟着一种 就是 既有这个风度 而且那不识大样 这么一个 他这个不行 就是原谅不到 无所谓这个东西 那就是说 因为人生 这件事之间 有时候谁都是缘分 不上心 你对我这个演员 还是觉得不行 什么事对我过场 你说是不是 那倒是 虽然说我们不能在一起 但我们做个好朋友 措措有余了 对 做朋友没问题 多多多 那就多个朋友 多多当录 以后再给你们彼此都介绍 大姐的歌 我不要说我也知道 这个通过今天这一进步 我也知道 鼠到底想找个啥 要个啥感情的 对吧 我要个女人 我也希望就是第二集前 有看到这个大姐和鼠的 有喜欢他们这种类型的 就抓紧给我们打电话 奔他们来 好了 感动的故事 就讲的这 老铁们 对于今天的相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的 给个关注 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